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请了一段时间嫁陪老爸回了一趟老家。 听说家里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大概有三百万的拆迁费。 为了这一笔钱,我忙前忙后了好多天, 终于感动了我爸。 拿到钱后,我爸大手一挥, 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赏你了。 我在旁边点头哈腰, 哎哎,谢皇上赏赐, 不怪我这么没自尊, 实在是最近手头紧得掰不开了。 原因是上次为了陪男朋友去旅游, 而错过了我爸的生日宴。 我爹气得几天没睡好觉, 连连骂我不孝女, 说我有了男友,忘了爹。 我爹有钱并大方, 就是爱吃醋, 但也是因为太过爱我。 我仗着她的爱, 直接忽略了她的小脾气, 没想到她直接停了我的零花钱, 只给我最基础的生活费。 我也来劲了, 说什么也不肯低头, 硬气咬牙坚持了好几个月。 不过由摄入减真难啊。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简直心仰难耐。 所以转账到了的一瞬间, 我高兴过了头。 直接截图给男友分享, 想要什么? 姐送你。 信息发出去, 我便后悔了。 男友林霄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好。 因此, 谈恋爱期间, 我总是小心翼翼。 害怕打击到她的自尊心, 我忐忑地等待她的回复。 不料几分钟后, 便收到她发来的宝马X5的照片。 宝宝, 买中配就行了。 我顿觉生理不适, 但还是忍着恶心回复, 中配六七十万。 男友秒回, 是啊, 六七十万够了, 不是钱够了, 是你够够的。 我回复, 你工资才八千, 开这么贵的车不合适吧? 你工资也才三千多, 不也开得二十几万的车吗? 况且, 我是你的男人, 肯定要比你开更好的呀。 若是我当初买了辆六七十万的车, 他现在是不是会问我要一两百万的车? 我握着手机, 一股气闷在胸口, 极其难受。 爸爸看到我的样子, 满眼心疼, 怎么了宝贝, 这几个月受委屈了。 爸爸不是每个月还给你留了一万块吗? 见我不说话, 爸爸肉眼可见得慌了。 哎呀, 谁叫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谈了恋爱就忘了爹。 哎呀, 算了算了, 我要是老师吃你男朋友的醋, 不得猝死。 说完又赚了两百万给我, 别委屈了, 爸爸错了。 看了一下鱼鹅, 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然后冲我爸扯了一个笑脸, 就坐车上去继续看消息。 林霄直接给我发来了他的各种证件信息, 然后发了一个表情包, 谢谢老婆。 我突然发现, 交往一年, 我到现在才真正认识他。 我没有再回复他, 可他又给我发来了消息, 剩下的钱, 我们就去买房付个首付, 写我的名字吧, 我来还贷款, 这样你也没压力。 宝宝,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呢? 不如明天吧, 我请一天假。 宝宝, 我刚刚看了一下贷款的利率, 好像挺高的, 为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质量着想, 你问你爸再借两百万, 我们全款吧。 我冷笑了一声, 打字的手指都在发抖, 不用了, 我有房。 那是你的房, 谁结婚了住女方家的房子呢? 传出去多不好听, 那意思是写你的名字。 是啊, 宝宝, 写你的我的不一样吗? 反正我们以后都是要结婚的。 这样啊, 那车子还是写我的名字吧, 我办理的时候也方便。 那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 不是写谁名字都一样吗? 宝宝, 我的意思是, 车子既然是我开, 那以后有关车子的事, 当然就得让我自己负责, 对吧? 写你的名字不方便。 那以前开我车的时候怎么不负责? 没有了也没见家一次。 我忍着胸口烦闷, 直接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 姐有钱, 但不傻。 可我没想到, 从我不小心暴露财富后, 林霄对我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回到公司上班的当天, 她就把我堵在了公司门口。 宝宝, 怎么把我拉黑了,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乖,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 你也请一天吧, 老公带你去散散心。 很好, 之前我过生日叫她请一天假陪我, 她却给我说, 宝宝, 请假会扣工资的。 我得多存一点钱, 为咱们的以后我做准备。 实则, 她挣的一大部分钱都寄回了老家。 我以前觉得她过得挺苦的, 所以钱的事从来不跟她计较。 公司门口人来人往, 同事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 我忍住没跟她争吵, 只得说, 上午请不了, 下午吧。 行, 听说这附近有家4S店, 我先去看看车。 嗯。 我转身翻了翻白眼, 然后掏出手机将她的联系方式从黑名单里移出, 然后主动给她发了一个表情, 证明她可以联系上我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直接冲进公司。 私来想去, 我还是直接给老板提交了离职手续。 走离职流程的时候, 林霄给我发来了消息。 我打开看, 我打开看全是她驾车的照片。 宝宝, 这车真不错, 我很喜欢。 我面无表情地回复, 是吗? 我也很喜欢。 真的? 那我咨询一下购买细节。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激动。 毕竟凭她的工资, 不知道多久才能买上这么贵的车。 办完离职手续后, 离中午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我去了一趟附近的商场, 买了我最近想买的各种奢侈品。 然后坐在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一边喝咖啡, 一边跟闺蜜吐槽自己的事。 闺蜜有些吃惊, 她居然是这样的。 虽说你们家不缺这点钱, 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说给就给啊。 我无奈道, 是啊, 我爸有钱, 但那也是酒厂上喝坏身体换来的, 他怎么好意思? 你打算怎么办? 他知道我有三百万, 估计一时半会儿甩不掉他。 反正你现在也没工作了, 不如陪他玩玩。 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到时候也好为我下一步剧提供一下素材。 看到对面楼下在下班点准时到达的林霄, 我挂掉了电话, 不一会儿便收到了消息, 宝宝。 我在楼下等你哦,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 这么热的天, 要不你先回家等我。 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不差这一点。 呵, 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脸皮这么厚, 我坐在咖啡厅, 看到他自拍了一张照片后, 走进了楼下的一家饮品店, 然后我就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刚才的自拍照, 配文, 老婆工作, 我在公司楼下晒太阳。 我们是大学同学, 因此朋友圈共同好友很多。 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下面一大片的评论, 好男人, 你女朋友真幸福。 还有一条醒目的评论, 你女朋友真不懂事。 这么热的天, 让你在公司楼下等,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 我突然想起了这齐悦, 是我们的同学, 在我刚和林霄在一起没多久, 她就当着我的面向林霄表白, 不过被林霄拒绝了。 我失神之际, 齐悦突然给我发来了信息, 宋雨玲, 工作重要还是男友重要? 我猝没回复, 有事, 我没事, 你男友有事, 这么热的天你把他晾外面, 跟你有关系吗? 他是我喜欢的男人, 你说, 跟我有关系吗? 那给他转点钱, 让他去咖啡厅做作, 对面没再回复,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真的给林霄赚了钱, 说请他喝咖啡, 而林霄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当然, 这些都是我后面才知道的。 在林霄再一次给我发消息问我时, 我还是下了楼, 他看着我满身的新装备, 有些疑惑, 宝宝, 你去逛街了。 我指全身上下的奢侈品, 怎么样, 好看吗? 林霄脸色微变, 这些东西不便宜吧? 我点头, 还好, 只花了七十万。 男友气得发疯, 冲我大吼, 你怎么这么败价? 七十万就买这么些玩意儿。 你知道七十万, 我爸要挣多久吗? 我要挣多久吗? 我都给你规划好了, 先买车, 后买房,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到底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我撇了撇嘴, 然后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 开了扩音。 爸爸, 七十万你要挣多久? 这么点钱, 你花就完了, 不用心疼。 爸爸, 你先回答我。 能挣多久? 有时候一天就有了, 乖, 爸爸忙, 钱不够, 给爸爸说。 挂掉电话后, 林霄既惊讶, 又羞愤。 惊讶的是, 他知道我家庭条件不错, 但不知道具体好到哪种程度。 羞愤的是, 我当着他的面打他的脸, 又伤着他的自尊了。 所以, 我花七十万买这些东西, 有问题吗? 你看不起我就直说, 用得着这么羞辱我吗? 我咬牙, 林霄, 在你让我给你买车之前,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 林霄冷笑, 不是你自己说要送我礼物, 说到做不到, 装什么装。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甜不知耻, 我跟林霄不欢而散, 我以为我们都默契地认为已经分手了。 没想到几天后, 我又收到了他的信息, 我爸妈跟妹妹过来玩了, 我把他们安排到你那个房子里面住下了。 第一次见面, 你准备一些见面礼, 贵重一些, 毕竟在这里你算东家, 也更能显得你重视他们。 犹如闺蜜王苏所预料, 她不会就这样放过我的。 我将聊天记录给一旁的闺蜜看, 老王, 你身经百战, 支个招。 王苏看完后一把拉起我, 还支什么招? 快走吧。 再不过去, 她就会在你的房子里面结婚生子了。 闺蜜一脚油门, 就把我送到了住处。 你先上去, 我打几个电话。 我欲哭无泪地看着她, 想告诉她我不行的。 不料被她一眼看穿, 放心, 姐会照着你的, 你先上去探探究竟。 有了她的保证, 我瞬间底气十足。 可到家的一瞬间, 底气变成了怒气, 直逼添灵盖。 门锁提示, 密码输入错误。 许是听到了门锁的提示, 里面的人打开了门。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穿着我的睡衣, 扶着面膜站在门口。 你找谁? 林霸呢? 哥, 有人找? 林霸从房间里面出来, 看见我连忙过来拉我, 宝宝, 回来了。 然后, 朝我身后望了望, 一无所获后, 直接将我拉在了门外。 门被重重地关上。 门外, 林霸双手插腰质问我, 你买的东西呢? 我也质问, 这是我家, 你有什么资格换密码? 你先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 我们双方僵持不下时, 林霸他妈开门了, 带着嫌弃的眼神, 吵什么吵, 进来。 我平生第一次觉得受到了侮辱。 与此同时, 老王给我发来了信息, 狗子, 害怕的话就先顺着点他们, 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灰溜溜地进了屋, 林霸他妈很自然地坐在了沙发上, 给了我一个眼神, 坐。 他爸坐在一旁看电视, 将我无视, 他妹不知道又在我的房间里倒腾什么。 而林霸就死死地盯着我, 就像受了欺负的小狗突然有主人来帮他撑腰那样。 好气啊, 可这么多人, 实在打不过。 我屁股刚坐下, 林霸他妈就开口了, 听我儿子说你花了七十万, 就买了些衣服鞋子包包。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用我爸的钱买这些东西, 爱着他们什么事儿了, 但我还是顺着他点了点头。 对方冷笑一声, 以前就算了, 以后做了我们老林家的媳妇, 可不能这么败家了。 我垂眸, 忍住笑意, 阿姨说的是, 你那三百万还剩两百多万吧? 你拿出来, 先给林霸买辆车, 剩下的就给他存着。 看着我干嘛? 我这是为你好, 钱放你身上几下就霍霍没了, 结了婚以后,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突然有兴致陪着他们演戏, 那不买房了? 林霄他妈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不是有一套吗? 你到时候把它过户给林霄, 女孩子要房子干什么?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说不定哪天就被娘嫁收回了。 嫁了人, 就得随时以婆嫁的利益为主, 我感觉未在翻涌。 做演员可真难, 这么不要脸的一家人,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 不过我心里却有个计划冒了出来, 林霄他妈一个劲地教我婚前 怎么从娘家获取利益, 我听得头痛, 终于老王发来了信息, 你那边战况如何? 结准备好了, 你可以自由发挥了。 我长输了一口气, 回复, 不用上来, 把你车留下给我, 你带着你的人在后面跟着我, 妹妹带你看好戏, 坐等。 收起手机后, 我对屋里的人说, 第一次见面, 还没给大家买见面礼。 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喜好, 不如我带大家去逛商场吧。 林霄的妹妹听闻火速从房间里面冲出来, 真的吗? 我看中一个包包很久了。 林霄的妈也站起身, 既然你有这个心, 那走吧。 说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 不过, 不能用那两百多万, 那是留给你们婚后用的。 放心。 哦, 一家人掩饰不住兴奋, 跟着我一起上了车。 第一个地方, 我们去了卖明酒的店。 我花了几万块, 买了两瓶明酒, 两条明烟。 林霄他爸爱不释手, 在我好说歹说之下, 才同意将此放在车子后备箱。 不知道他是害怕颠簸坏了, 还是害怕我到时候反悔不给他。 我猜, 后者居多。 买完烟酒, 我们就去逛了奢侈品店, 一家四口兴奋地在店里面试来市区。 我早就跟贵姐打好了招呼, 所以他们想买的东西, 在争得他们同意之下, 全被剪掉了吊牌。 到了结账的时候,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林霄他妈示意我过去结账, 那眼神就好像我是他们家仆人似的。 我一动不动, 林霄直接过来拉着我的手, 宝宝, 去结账吧。 我甩开他的手冷笑, 你们买的东西为什么要我结账? 一家四口傻眼了。 与此同时, 林霄他妹正在一遍又一遍地 试着他心爱的包包。 他看到我们这边的场景后, 害怕没人给他买。 索性直接动手, 扯掉了吊牌。 然后贪婪地看着他哥, 哥, 叫他付钱。 林霄气得脸通红, 宋雨玲, 玩我们是吧。 我不再隐藏, 是。 他突然挥起了拳头, 不过下一秒便被老王带来的人截住。 他的周围站了几个彪形大汉, 旁边站了三个翩翩男子。 老王介绍, 警察、 律师、 记者, 不客气。 在我的眼神试一下。 贵姐朝林霄走了过来, 语气恭敬, 先生, 您们的东西一共八十万, 请问您怎么支付? 林霄瞪大了眼睛, 这么贵。 是的, 贵姐依旧语气温和, 她指了指林霄的妹妹, 那位小姐挑的几只包比较贵。 林霄向她妹妹望去, 只见妹妹紧紧地抱住那几只包, 生怕别人抢了去。 她脸胀得通红, 又不敢动我, 刚才还恶狠狠地婆婆, 此时也低头不敢说话。 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了, 林霄开口。 林霄母亲和妹妹都慌了, 一个说, 儿子, 为什么不要, 叫她付钱, 如果不付钱, 就休想当我儿媳妇。 一个紧紧地抱住包包, 是啊, 哥, 叫她付钱, 不然甩了她。 贵姐见怪不怪, 朝林霄淡定回应, 吊牌已捡, 视为售出, 一惊售出, 盖不退货。 吊牌是你捡的, 你买了吧, 林霄冲着贵姐大喊。 贵姐脸色不变, 事先争过您们的同意, 监控为证。 此时, 一旁的老王, 故意向旁边的律师询问, 钱该谁付。 律师指了指林霄, 老王又看向警察, 知道怎么做吧。 警察点了点头, 一旁的记者也打开摄像机, 连忙向老王保证, 姐, 我会好好记录的。 老王满意地点了点头, 林霄一家四口, 紧张得无所遁形。 他们怎么可能一下拿出八十万? 林霄最终还是看向了我, 你先去把钱付了, 算我借你的。 行啊, 先打欠条。 宋雨灵, 你不要太过分, 欠债打欠条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就过分了。 林霄语气软了下来, 行, 你先付, 后面补欠条。 不行, 看着他母亲跟他妹妹自顾自地欣赏着满身的奢侈品, 林霄最终妥协, 红着脸问贵姐借了笔和纸, 写好了欠条递给我。 老王看我的眼神有些凌厉, 他以为我来真的。 我冲他一笑, 然后将欠条撕成两半, 对不起, 我反悔了。 然后拉着老王就走。 林霄恨得咬牙切齿, 宋雨灵,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转头冲他做了个口语, 奉陪到底。 回到家后, 我请人换了门锁, 然后请了保洁公司将屋子里全面清洁消毒, 最后将林霄一家人的东西全部打包扔在了门外。 林霄一家人回来后疯狂地敲门, 气势汹汹。 但门开后, 看见我身后的几个彪形大汉, 几个人顿时捏了下去。 林母率先开口, 让我们走可以。 但我儿子买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要带走。 我看了看林霄, 他躲在最后面, 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指了指角落的那一小包东西都在这儿了, 这些锅碗瓢盆, 香皂牙刷都是你儿子买的。 林母脸色有些难看, 不可能, 屋里那些家具家电都是我儿子的, 我儿子一个月工资八千块, 你才三千, 说你买的, 谁信? 林霄还是不说话。 我翻了个白眼, 拜托您。 这些东西在我和您儿子谈恋爱之前, 我爸爸就给我买好了。 林母不依不饶, 谁信? 林霄妹妹也跳出来说, 还有你房间里的那些衣服包包首饰, 我用过的, 都是我的。 林霄爸爸也小声复合, 还有刚刚买的烟酒, 说好是送我的。 我气得两眼发昏, 闺蜜直接端了一盆脏水出来, 泼在他们脚下。 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人, 她大吼, 走不走啊, 不走我叫人了。 身后的大汉蠢蠢欲动, 一家人连忙捡起行李, 火速逃离。 而当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很多人的私信攻击。 原来林霄在各个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篇小作文, 控诉我的各种爱慕虚荣, 说我时不时问她要奢侈品。 今天还非要买那些价值八十万的东西。 齐悦也在帮忙作证, 说这八十万是林霄无奈之下向她借的。 说她亲眼看见我拿了东西以后, 便翻脸不认, 最后还造谣我傍上了大款。 我在学校一向低调, 而林霄和齐悦在学校人缘极好。 因此, 社交平台的人都对他们说的话深信不疑。 连以前关系最好的教授都发消息来问我怎么回事。 毕竟, 林霄的小作文后面还附了各种各样的截图。 证据充分。 实则, 那些她曾经买各种奢侈品的付款记录 是我将钱放她那儿让她代买的。 而她说, 我帮大款的证据 就是我爸给我转的那三百万。 老王打电话 叫我丢出那些证据 打她的脸。 可我不想, 既然她要完, 我就陪她。 毕竟我实在闲得要紧。 况且我妈教我, 若是有人欺负了你, 就加倍还给她。 事情发酵了几天后, 林霄给我发来消息, 两百万, 我去澄清, 不然别逼我放大招。 我直接无视。 而她开始跳脚, 慢慢地放出了 我跟她恋爱时期的聊天截图, 还有各种私密照。 我的冰清玉洁的形象 瞬间崩塌, 许多曾经对我不怀好意的人 都趁机踩我一脚, 将林霄发的东西 疯狂辟图, 转载, 发网上。 我的私信 又多了很多恶臭男的骚扰。 不过我不急, 我让老王介绍给我的律师 将这些有用的证据 全部收集起来。 或许那边是受了高人指点, 林霄社交平台关于我的事情 很快便删除得干干净净。 取而代之的是 她跟齐悦秀恩爱的照片。 齐悦发了一张 她和林霄一家人 在饭桌上的合照, 配文, 准公婆和小姑子到访。 照片里的齐悦 笑得那样幸福。 我握着手机笑出了声, 因为我知道 很快林霄一家 就会将她吃干抹净。 而齐悦还不满足地 给我发来了私信, 我会替你好好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吃笑, 然后好心提醒, 希望你不会被他们吃干抹净。 意料之中, 齐悦回复, 你就是极度, 不过用不着你关心, 他们对我可好了。 当然好了, 在我这里吃了亏, 还不得转换思维。 然后又见她发了一个聊天截图, 配文, 一杯咖啡, 收获爱情。 我内心竖起了大拇指, 真有你的。 不久之后, 林霄就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她的爱车宝马X5的照片 和升职加薪的通知, 评论区全是恭维。 而只有我知道, 车是齐悦给她买的, 升职加薪是我让我爸 向她公司老总授意的。 我爸以为我还在跟她谈恋爱,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毕竟, 顺嘴的事儿。 她不断地在社交平台蹦跌, 全是她各个角度的开车照片, 还轻一色地漏了车标。 而齐悦的朋友圈就略显冷清, 估计她此时正忙着她的债务。 这还是偶然一次 我听奢侈品店的贵姐跟我吐槽。 说上次我带来的那个女孩 跟她妈又带来了另外一个冤大头。 我想那个冤大头就是齐悦。 据说林霄的妹妹 选了一个价值三十多万的包。 齐悦嫌太贵, 不想给她买。 没想到被她当众羞辱, 说她满身的穷酸样, 还装名媛, 说齐悦不配嫁给她哥。 而齐悦不想在未来婆婆和小姑子面前丢了面子, 就偷偷打电话去借了钱。 老王帮我查了查, 债主是个放高利贷的。 我突然就有些心疼齐悦, 毕竟她就是傻点, 也并不坏。 所以我又好心地提醒了她一下, 让她注意一下枕边人, 别被卖了还替人数钱。 不想她直接打语音过来骂我, 质问我是不是想抢走林霄。 而林霄也给我发信息, 宝宝,是不是想复合呀? 可以呀,三百万复合费。 我将林霄的话直接截图发给了齐悦。 你们所思好了。 听老王说, 齐悦为了还高利贷, 将她爸妈辛辛苦苦给她买的房子低价卖了。 而新房子的主人正是林霄。 她听说这片区域的房价不久后将升值, 就想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 而她买房的钱也是我让人借给她的, 债主表明只要在规定时期还了就行了。 没有利息, 她果断地打了欠条。 毕竟她认为以她的工资很快就能还上。 而她的母亲和妹妹认为, 齐悦对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 索性就将她赶出了家门。 我找到齐悦原本想让她配合我演一场戏, 不料她还是一个劲得怪我, 说是我害了她, 还要我拿三百万出来给林霄, 让他们重归于好。 我直接让保镖脱开了她, 真是无可救药。 正当我着手下一步计划时, 老王给我带了一个消息, 齐悦去她原来的房子找林霄一家闹, 不想推丧之际, 被林霄母亲失手推下了楼梯, 说是去往医院的路上, 就不治身亡。 林母面临官司, 而林霄为了打点关系, 试图将房子卖了, 可在老王带来的记者添油加醋下, 这房子已经成了凶宅, 卖不出去了。 我看时机成熟, 便叫债主去收债。 林霄表示约定时间还没到, 拒绝还钱。 可欠条是白纸黑字的, 约定是口头的。 林霄怕吃官司, 就同意了还钱。 他找他朋友借钱, 可他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再加上他之前高调的炫富行为 惹来不少人的反感, 因此没人愿意借钱给他。 这时, 他的手机合时宜地出现了贷款的广告。 林霄将借来的所有的钱用来打点关系, 可其家人在最后关头却态度强硬地拒绝私了。 林霄的钱打了水漂, 母亲浸了橘子, 父亲被邻居指着鼻子骂得躺在床上, 一病不起。 唯有林霄妹妹, 好似早已习惯了大城市奢侈的生活。 她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充耳不闻。 每天早出晚归, 混迹娱乐场所, 试图傍上哪个富二代。 这是某一次我跟爸一起去吃饭了解到的。 他见我挽着我爸的手, 便露出不屑的表情。 然后在我上卫生间的空隙, 将我堵在门口, 信誓旦旦地说, 你的男人, 我要定了。 我撇了撇嘴, 你行你上啊。 然后, 我就见他解开了胸前的一颗扣, 露出事业线, 朝我爸走去。 我连忙拍了一张他搭上我爸的照片, 发给我妈。 然后, 我妈火速赶到现场, 将林霄妹妹痛打了一顿, 还将她扔在了门口, 不顾人来人往, 指着她鼻子痛骂。 开玩笑, 我妈专业拳击选手, 性格强势, 啥都不怕。 我奶奶跟爸爸都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最后来收拾残局的当然是林霄。 她一眼就看到了我挽着我那略显年轻的爸爸, 她酸得不行, 我说呢, 怎么这么爽快地和我分手, 原来是傍上了大款, 不料被我妈一耳光甩在脸上, 嘴臭眼瞎的玩意儿。 林霄看见打她的是女人, 顿觉羞辱, 仰手朝我妈挥过去。 不料被我妈挤招制服, 她半躺在地上放着狠话, 你们仗着有钱, 就这么欺负平民老百姓, 等着吃官司吧。 林霄确实是准备将我妈告上法庭, 不想我妈早就收集了她妹妹这些日子, 各种风流事迹。 我妈悠闲地讲着电话, 行啊, 你告啊, 不过你得想好, 你妹妹做的那些烟渣事儿, 若是被那些公子哥的原配夫人知道了, 该当如何? 林霄没了底气, 挂掉电话后, 我妈嫌弃地看着我, 找的什么男人, 眼光比我差远了, 我连忙点头。 那是, 那是, 我爸挑眉, 似乎同意了我们的说法。 林霄的妹妹自那天以后, 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还威胁她哥, 如果不给她钱, 就去她的公司闹。 林霄什么都没有了, 就靠着那看似还可以的工资过日子了。 无奈之下, 她又得借网贷给她妹妹, 可很快, 她的债务窟窿就越来越大。 她还不起钱, 被报了通讯录, 公司得知后, 直接将她辞退。 她无路可走时, 居然首先想到的是 伙同她妹妹绑架我。 见她突然向我示好, 说一同回学校, 看看关系最好的教授开始, 我就觉得事情不简单。 我事先做了功课, 了解了一下绑架罪的成立条件, 然后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老王。 老王破口大骂, 你疯了吧? 谁知道穷途陌路之人 会做出什么疯狂之事。 你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整他, 何必要以身犯险? 宝, 如果这次不解决我们之间的事, 后面他逼急了, 我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见老王还在犹豫, 我直接放出大招, 有事儿找我妈就行了。 老王同意参与我的计划, 而我也顺利地被林霄兄妹俩给绑架了, 有些日子不见。 林霄消瘦得厉害, 倒是他妹妹看似过得极其滋润, 全身名牌, 浓妆艳抹。 我被绑在了先有人际的荒山小屋, 林霄疲惫地望着我, 给我五百万, 我放你走。 我摇摇头, 我哪有五百万? 不料林霄妹妹直接一脚踢在了我的小腹, 又给了我一记耳光, 恶狠狠地看着我, 臭婊子, 没有就打电话叫你爸拿。 林霄连忙拉开他妹妹, 一边去。 我心想, 待会儿一定要记得去做个检查, 证据得留下。 林霄面无表情, 拿着手机缓慢开口, 给你爸打电话, 说你需要钱。 我再次摇头, 我爸知道了我跟你的事, 现在不会给我大额转账了。 林霄气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 你他妈到底怎样才能拿到钱? 你绑架我不就是想问我爸要赎金吗? 直接打电话给他就行了。 套路我, 我恩赐摇头, 很显然,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林霄思虑良久, 不想被他妹妹截足先登。 偷偷打完电话后, 林霄妹妹兴奋地告诉林霄, 我给他爸打电话了, 他爸紧张得不得了, 表示只要他没事, 赎金马上到账。 林霄气得头疼, 而他妹妹再三保证自己用的是太空号, 警察查不到的。 林霄这才放下了心, 坐在一旁等待着赎金的到来。 期间, 他眼神空洞地质问我, 为什么这么对他? 为什么要害他如此等等? 还委屈地说, 他只是自身家庭条件不好, 为什么就看不起他? 为什么要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 说, 我们这些有钱人不就是投了个好胎? 又说像我们这种女人生来就是享福的, 婚前父母养, 婚后老公养, 根本不用考虑怎么去挣钱。 他说了好多, 说得我都快觉得是我的错了。 好在我的恋爱脑从小就被我妈给打掉了。 一个小时候, 外面有了动静, 林霄和他妹妹 害怕地望向门口。 他突然发了疯似的 用刀抵着我, 你他妈报警了。 嗯, 时机成熟, 门外的狙击手 直接朝他手上 开了一枪。 刀子掉落, 林霄捂着肩膀 痛得大叫。 他妹妹也在一旁 吓得惨叫连连, 又见是不对, 想要逃走, 被赶来的警察拦住了去路。 林霄和他妹妹被抓了, 我妈气得动用了所有关系, 决心要给他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将之前收集的她抹黑我的所有证据, 双手成立给了我妈。 我妈弯了我一眼, 早干什么去了? 我委屈得快要流泪, 我害怕您跟爸爸担心我。 妈妈心软地抱着我, 以后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藏在她怀里偷笑。 林霄跟她妹妹的绑架最成立, 之前跟风抹黑我的那些人也吃了官子。 老王见我看着判决输出神, 便打去我, 怎么了? 心疼了? 不舍了? 我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我是在想, 我的人生有污点了。 老王还了我一个脑瓜崩, 姓女愿用身上多余的肉肉, 许愿宋雨玲女士一生所欲皆良人。 我白手, 姐有钱有盐, 要什么男人? 你还是胖着吧。 老王翻了个白眼。 故事二, 和许义恋爱三年了, 两人的感情事业都日渐稳定, 婚事也水到渠成地提上日程。 却没想到, 许义妈妈要求必须冠婚。 本来我也没有提过要彩礼, 只和许义商量好了, 各出一半首付买个房子。 没想到, 我还没进家门, 在门外就听到许义妈妈的大嗓门。 不是说好惯婚吗? 不是说不在乎你的家庭, 看重你的人吗? 那为啥还要买房? 许义的声音有点无奈。 妈, 在看中人, 我俩也不能一直租房住啊。 而且买房周情也出一半首付的, 以后房贷也一块还, 这还不叫惯婚吗? 许义还在苦劝他妈, 妈, 人家周情, 财礼一分钱不要, 相当于白给你娶个儿媳妇,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妈不以为然, 别傻了, 他这是故作姿态, 以退为进。 咱们家资产在那摆着呢? 你又是独子, 他现在不要, 以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太有心机了。 母子吵了起来, 我不想让许义难堪, 转身去了楼下避开。 二月份的天气还是挺冷的, 我可不想冻感冒。 给许义发了条信息, 说我在楼下, 吵好了没,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没几分钟, 我看见许义妈妈 怒气冲冲地走出楼道, 我站在路边礼貌地 喊了一声苏阿姨, 她怒瞪我一眼, 怨气冲天道, 周情, 我告诉你, 想嫁进我们家可以, 不办婚礼, 不领证。 什么时候生下儿子, 什么时候再领证? 我真诚发问, 阿姨, 你们家的传统好稀有啊, 当初你也是未婚生子, 然后抱着儿子去领的证吗? 你, 她愤怒地战红了脸, 我跟许义爸爸是门当户对, 跟你这种穷丫头骗子 有可比性吗? 不等我反驳, 她翻了个白眼,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踩着高跟鞋扬长而去。 许义在家里也是怒气未消, 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 我打开窗子和阳台的门通风散气, 她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有点为难地开口道, 秦秦, 咱俩旅行结婚, 不办婚礼好不好? 你不是说想去挪威吗? 去挪威好不好? 我想了想, 不忍为难她, 点头说行。 她表情明显轻松了一些, 连忙又说起房子的事, 秦秦, 我妈不同意买房, 咱俩还是先住这里呢? 这里离公司还近, 以后我攒够了首付钱再买好不好? 我心里觉得不太舒服, 许义手里没有现金, 我是知道的。 公司还在创业阶段, 我是财务, 当然清楚现金回流艰难, 她的积蓄差不多都投进去了。 但共同买房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 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 我们甚至连房都看好了。 她父母分明是不满意我, 故意拿捏我, 她就这样让我退让, 根本都没想过我如何向我妈交代, 实在让我失望。 我想看看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反是问她, 除了这些呢? 还有什么条件? 是不是结婚证也不领? 可能是我表情太平静,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强压愤怒, 自顾自道, 结婚证只是一张纸而已, 并不重要。 我们相爱不就可以了吗? 我简直被她气笑了, 相恋三年, 我怎么早没发现她婚恋官如此奇葩? 法律的认可, 你说不重要。 你是法盲, 还是当我是智障? 许一脸上有点挂不住, 还在强词夺理, 你信一张纸不信我。 我真想一巴掌扇她脸上, 我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议你也好好学学, 和许一的沟通不欢而散。 晚上, 我回了自己家, 我家在市里的一个老旧小区, 我出生就在这里。 我爸在我九岁那年意外离世, 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 把外公留下的珠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早已跻身富贵行列。 这些年, 我妈一直不肯搬家, 因为这里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回忆。 我妈家境富裕, 我爸是普通人家, 当初他俩的婚事, 外公是强烈反对的。 我妈坚持要嫁, 外公一分钱嫁妆也没给她, 她拎着小箱子和我爸领了证, 两人一穷二白, 却过得幸福恩爱。 有了我之后, 三口之家更是过得有滋有味。 却没想到, 在一次外出谈生意的时候, 突发地震, 我爸把我妈紧紧护在身下, 自己却重伤身亡。 我妈常念到,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我也受她影响, 把金钱看得很淡, 平时也非常低调。 我妈见我面色不好, 心下了然, 问我, 和许一吵架了。 我把事情说了, 我妈叹了口气, 使妈妈误导了你, 金钱从来都不具好或不好的属性, 不能拿钱评判一个人的诚意, 但并不代表提钱就是势力。 我想了想, 你和我爸当年就是惯婚, 不是很幸福吗? 我妈敲了敲我的脑袋, 怎么学上多了人更傻了? 我和你爸幸福的基础是相爱, 不是惯婚。 惯婚只是不影响我们的幸福, 并不是惯婚创造了幸福。 我若有所思, 我妈拍拍我的脸, 都是小事, 不管你怎么选, 妈妈都给你兜底, 随你心意。 第二天, 我请了一天假没去公司, 许一给我发了好多语音。 秦秦, 我昨天脑子进水了, 你别生气了。 我被我妈胡搅蛮缠搞糊涂了, 你走了之后我就冷静了, 我说的都是什么胡话呀。 结婚哪能不领证呢? 我真是蠢死了, 宝宝别生气了, 回来骂我好不好。 宝宝, 你怎么不理我, 我都没心情工作了, 等下还要见客户。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 给他回了条消息, 好好谈客户, 攒钱买房。 他给我回了一个 泪奔努力的表情包。 他就是这样, 头脑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心思。 每次惹我生气后, 都会惶恐地求我原谅他, 直到我不生气, 才会如获大赦般松一口气。 我们是在大学美宿舍认识的, 相恋的过程没有惊心动魄, 一直平淡而温馨。 他从来不会有什么浪漫惊人的举动, 却在生活中适时体贴我, 让我觉得温暖而安宁。 他和我一样, 对金钱看得很淡, 明明是建筑公司小开, 却很低调朴实, 念书时一点也看不出是富二代。 毕业后, 也没有进家里的企业, 自己创业开了家小公司 做广告设计, 上进又踏实。 我和他同居这一年, 我们一起做饭, 散步, 听音乐, 看画展。 我觉得很幸福, 就这样过一生已足矣。 许易下班后来, 我家接上我, 一起去超市买菜。 回到家, 他明确表态, 结婚证是必须要领, 房子首付想办法借钱 或贷款先付上。 我知道这已经是他努力的结果了, 也没有表示反对。 吃饭时, 他跟我商量回他家见一下父母。 他之前早就跟我回家见过我妈, 因为他爸妈不同意我们结婚, 所以我还没有正式登门拜访过。 领证前正式见下父母, 这是礼数, 我也觉得应该去一趟, 就答应了。 吃过饭, 许易去楼下倒垃圾, 足有二十多分钟没有回来。 我觉得奇怪, 刚想给他打个电话, 却看见他笔记本电脑登录着微信, 信息框不停地闪着。 我本能地打开聊天框, 怪不得一直不回来, 是他妈在微信上又在狂轰烂炸说我坏话。 儿子, 你是不是傻? 他一个单亲家庭穷人家? 有什么好? 他把你抓得紧紧的, 就是想凭结婚, 实现阶级跨越。 这感情啊, 就要门当户对, 知根知底的才纯粹。 妈真想不通, 玲玲有什么不好, 你怎么就非要娶周情呢? 许易态度倒是毫不含糊, 为我据理力争。 妈, 你可真敢讲, 玲玲大专, 周情硕士, 玲玲一惊一乍, 周情聪明能干, 你居然说玲玲比周情好。 妈, 你别说了, 玲玲就跟我亲妹一样,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她妈说的, 玲玲叫吴美玲。 我听许易提起过, 是许家世交的独生女儿, 也是邻居, 和许易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可惜, 青梅有意, 竹马无心。 许易对她毫无男女之情, 偶尔和我提起她, 都是吐槽她, 从小到大各种抓麻糗事。 不管她妈怎么说, 许易还是坚定地选择我, 我还是没有看错人啊, 想到这里。 结婚的念头又坚定了一点, 第二天, 我和许易拎了大包小包礼品, 回到她家。 她妈表情不算好看, 但还勉强维持着客套, 也做了一桌子菜。 我们刚打算吃饭, 门铃响了, 吴美玲端着一盆洗好的车梨子, 笑意盈盈, 她熟络地和许家三口人打过招呼, 又好奇地看向我, 这是晴晴姐吧。 她视线又转到饭桌上, 撅起嘴跟许易妈妈撒娇, 苏仪天心, 我天天来都是有什么吃什么, 晴晴姐第一次上门, 就做了这么一大桌好吃的。 许易不以为意道, 你也说了你天天来, 那谁家还能天天做一大桌子菜啊? 吴美玲气得一跺脚, 苏仪你看, 一哥哥从小到大就会欺负我。 我被她嗲得一阵恶寒, 但看许家人都是习以为常的样子。 许易妈妈让许易再去拿一副碗筷, 留吴美玲吃饭, 许易不情不愿地起身拿了。 吴美玲坐在许易和她妈中间, 给左右两边不停夹菜, 忙得不亦乐乎。 许易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一直没说话。 许易妈一直在和吴美玲聊天, 说什么现在好姑娘可不好找了, 都是笨钱去的, 真心难求。 吴美玲拼命点头, 瞟了许易一眼, 我要是嫁人, 就什么都不要。 幸福的婚姻只需要真爱, 谈钱什么的, 简直沾污真爱。 许易妈妈赞许道, 现在像玲玲这样单纯的好姑娘, 可是太少了, 说爸颇有深意地看向我。 吴美玲又壮四天真道, 一哥哥, 你们打算签婚前财产协议吗? 听说现在很流行的, 许易还没说话, 他妈抢先道, 当然要签了, 不签那不是有所图谋吗? 我实在忍无可忍, 阿姨, 你是说我有所图谋吗? 你们家有什么可图谋的? 许易妈皮笑肉不笑道, 阿姨可没说你, 是说社会上那些心里有鬼, 不肯签婚前财产协议的人。 我气得手发抖, 许易连忙握住我的手, 打着圆场, 吃饭吧, 别说这些了。 许易妈却不肯罢休, 慢条私理道, 我这人性子直, 不喜欢藏着掖着, 丑话得说在前头, 你要进我家门, 有三个条件。 一是签婚前协议, 是为了你好, 签了你, 才能挺起腰杆说, 不试图我们家财产, 毕竟两家经济差距太大。 二是不买房, 结婚你俩就回来家住, 父母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 不能一结婚, 就让儿媳妇拐跑了吧。 三是什么时候生了儿子, 什么时候领结婚证, 咱家是独生子, 婚姻要谨慎, 不能绝后。 我听得浑身冰凉, 冷笑道, 阿姨, 你搞清楚一件事, 不是我死气白赖, 非要嫁你家, 是你儿子主动追的我。 你以为就你们家有钱, 你们家这点钱, 我还真看不上。 他妈吃笑道, 看不上。 我家别墅够在你家那破小区买十套房都不止, 你口气倒挺大。 我气笑了, 说是不看重金钱, 一早就把我家住哪都打听好了, 还装清高。 许义看情况不对, 连忙拉住我, 晴晴,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比较清高, 不喜欢谈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许义你是龙吗? 句句都是钱, 你说她不喜欢谈钱。 我拿起包准备走人, 忽然又想到一个可能, 转身问道, 许义, 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靠两头哄蒙混过关的, 今天当着你父母的面, 你就说结婚证领不领吧。 许义心虚地看了她妈一眼, 我心下了然, 果然被我猜中了。 许义跟我表态说, 必须领证, 她父母并不知道, 也许她是想悄悄和我领证, 也许她只是缓兵之际暂时安抚住我。 总之, 只要到了她父母面前, 她一点担当都没有, 只想着蒙混过去, 传道桥头自然直。 许义孽如道, 情情, 一张纸而已, 我们好好商量行吗? 你觉得现在还能好好商量? 说完, 我摔门走人。 许义一路追着我到小区里面, 情情, 等我一下, 我和你一起走。 她追上我, 拉住我的手臂, 气喘吁吁, 还没说话, 手机铃声响起。 吴美玲带着哭腔喊道, 一哥哥, 苏姨她突然心口疼, 怎么办呢? 你快点回来啊。 许义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情情, 我先回去看看, 你在这等我一下呀。 我没有等她, 直接打车走了。 范梅吃上一口, 倒生了一肚子气。 我打电话给闺蜜杜梅, 两人去吃大餐。 杜梅看热闹得不嫌事大, 你准婆婆可太逗了, 又爱钱, 又要历清高人设。 要我说, 你现在就告诉她, 一针珠宝是你家的, 保证她跪着求娶你。 也是怪了, 你俩谈了三年, 许义还去过你家好多次, 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我也没有故意瞒她, 主要是她也没问过, 我要是说了, 倒像是炫耀式的。 后来谈婚论嫁时, 谁知道她妈认为, 我没钱就百般刁难。 我也想试试看, 如果我真的很穷, 许义到底怎么选择。 杜梅笑着摇头, 这个许义呀, 真不知道她是单纯还是蠢, 见过你妈这么多次, 愣是认不出来, 本是传说中的珠宝女大亨。 我也无奈, 可别说了, 有一次我俩逛街, 碰到我妈去门店视察。 我们在店门口聊了好一会, 她还以为我妈在里面当贵姐呢。 我回自己家住了几天, 白天在公司也没见到许义。 她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说她妈确实心脏不舒服, 她这几天陪她妈 在门市找专家看病。 她反复替她妈道歉, 让我原谅她妈 性子直不会说好听话, 又说她妈一心为她好, 所以对我有失偏颇, 请我多谅解老人。 我没有回复, 而是在认真思考另一个问题。 也许我是时候辞职了。 我学的是珠宝设计, 但是许义创业时经费紧张, 请不起人。 不忍心看她为难, 我考了相关证书, 给她做财务, 平时在公司里什么都干, 可以说她公司能运转起来, 至少有我一半功劳。 看着公司逐渐走上正轨, 她开心的笑容, 让我觉得自己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爱不就是付出吗? 可现在, 我开始困惑, 我是不是想错了? 爱应该是双方付出, 不应该总是让其中一方 无条件退让。 我写好了辞职信, 还在犹豫如何决定。 许义发来消息, 检查结果并无大碍, 他们今天回来。 下午, 微信有人加我, 我以为是客户, 就通过了。 竟然是吴美玲, 她发来一条消息, 情情姐, 今天是三八女神节, 我陪一哥哥给苏姨买礼物。 你学设计的, 神美好, 帮忙看看呗, 这两个好看吗? 一哥哥说, 要是好看, 就都买了。 接着甩来一张图片, 一粗一细两条手臂, 一个戴着金镯子, 一个戴着一条宝石手链, 角落里撞四不小心入镜的 一截男士手臂, 赫然是许义的腕表。 待我看清五美玲带的宝石手链, 简直要气晕过去。 那是我亲自设计的情人节特供款手链, 叫一剑清心。 店员一般都会以一剑清心这个名字为噱头, 推荐给情侣做定情礼物。 因为忙于许义公司的事务, 我这几年几乎把珠宝设计抛在脑后。 还是我妈怕我丢了手艺, 坚持让我每年为公司设计几款产品, 我才忙里偷闲, 熬夜爆肝设计了一些产品。 我的心血也没白费, 设计的每个产品都卖得很好, 让我也找到了自我价值的认可。 可如今, 我设计的一剑清心却戴在了五美玲的手上, 还是我男朋友亲手送出。 我迫不及待要质问许义, 她到底知不知道一剑清心是什么意思。 许义捧着鲜花回来, 祝我女神节快乐。 我不想理她。 她把花塞到我手里, 嬉皮笑脸道, 晴晴你不是最喜欢红玫瑰吗? 我愕然发现, 花束包装纸上印着一针珠宝的logo。 这是珠宝店免费赠送的节日花束。 许义尴尴尬地摸摸鼻子, 晴晴, 我卡里真的没钱了, 给我妈看病花了好多钱。 我妈和玲玲在珠宝店 又狠狠宰了我一顿。 我简直无语了, 你有钱给她俩买珠宝, 没钱给我买花。 给她俩买珠宝, 把珠宝店赠送的免费花给女朋友, 你操作挺溜啊。 许义脸发红, 脑羞成怒道, 我妈病了一场, 玲玲这几天一直照顾她辛苦了, 我给她俩买礼物, 有什么不对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从前一直不喜欢这些俗物的, 玫瑰花象征爱情, 送给你的才是最珍贵的呀。 简直不可理喻, 我失去和她沟通的欲望。 我把玫瑰扔到地上, 拿起桌上的辞职信对到她脸上, 最珍贵的玫瑰花, 你自己留着吧, 我们分手。 我跟我妈说, 要重新考虑一下和许义的事。 我妈倒是想得开, 让我别纠结, 跟随自己的本心。 妈辛苦挣钱, 就是不想让你为俗事烦恼, 除了公司。 妈留的基金够你吃几辈子的, 你就是一天换一个小白脸也够。 现在的家长还真是不封建, 我笑倒在床上, 妈, 我可是小瞧你了。 对了, 你也可以一天换一个小白脸呢, 要不老黑脸也行。 我妈笑着要捶我, 笑完了, 又扭捏道, 其实你陈叔也不黑呀, 怎么就老黑脸了。 我一下子翻身做起, 兴奋道, 妈, 你要是唠这个, 那我可不困了, 你终于肯给陈叔一个名分了。 陈叔是我妈舅友, 早年丧偶, 这些年来一直对我们母女照顾有加。 我妈为了我, 一直没有答应她, 说女儿小, 和继父一起生活不方便。 其实, 我早就催着陈叔朝我妈下手了, 十几年考验下来, 陈叔确实对我妈很上心。 我妈没有否定, 敏嘴一笑, 商界女强人竟然流露出难得的小儿女情态, 你陈叔想办个婚礼, 我有点不好意思, 女儿还没办婚礼呢, 我抢先办了, 怪丢人的。 不丢人, 不丢人, 必须办, 大办。 我现在就给你设计戒指, 我窜下床就要去拿电脑开工, 我妈又把我按在床上挠了一顿。 和我妈聊过之后, 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至少, 我妈是幸福的。 至于我和许易, 我心里有点乱。 冷处理一段时间再说吧, 就像我妈说的, 我有钱又年轻, 万事不用愁。 杜梅让我陪她去参加一个商业酒会, 说她妈要给她介绍青年才俊。 晴晴, 穿漂亮点啊, 但也不要太漂亮啊, 可别抢了我风头, 我还指望着迷倒几个有钱的大帅哥呢。 放心吧, 绝对低调奢华, 既给你镇住场子, 又不抢你风头。 她果然没说错, 这哪里是商业酒会啊, 分明就是商界非诚勿扰。 道场的长辈们, 把自家适龄的年轻人带在身边, 逢人就介绍, 就差让全场女嘉宾亮灯选择了。 我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打着哈哈退了出来, 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会。 一抬头, 却碰见了许易和她妈。 她妈上下打量着我, 这打扮得不装人淡如菊了。 许易眼睛里闪着怒火, 晴晴, 你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笑死, 你又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我不解释, 漫不经心道, 我想来就来, 和你有关系吗? 许易强压怒火, 低声道, 我有话要跟你说, 等下我们一起走。 我不理她, 转身要走, 她妈阴阳怪气开口了, 这一身行头可够值钱的, 不说衣服首饰了, 这个包就得四十多万吧。 你不觉得欠小易一个解释吗? 我回头问她, 欠什么解释? 她妈冷笑道, 你一个月工资期, 八千, 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包? 还是有别人给你买? 你可别说这是假包, 我还是识货的。 她把别人两个字 说得意味深长, 别有用意。 我简直不知该气还是该笑, 没错, 是有人给我买, 怎么了? 当然, 有人给我买了, 我妈的乐趣就是给我买包。 许易听了我的回答, 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晴晴, 你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许易痛心疾首,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变成什么样跟你没关系, 再提醒你一次, 我们分手了。 杜梅听到动静找了过来, 拉着我离开。 离开前, 我听到许易妈幸灾乐祸的声音, 小易, 我早说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不信? 你看, 咱家不上钩, 她转身去哄其他有钱人了吧。 杜梅震惊了, 回头要和她争辩, 我捂住她的嘴, 拖着她走了。 杜梅气得也没有心情相亲了, 嘴里念叨着, 我一直以为, 许易她虽然配不上你, 但还算踏实, 对你又好, 没想到居然看走了眼。 我心里也很难过, 相恋三年, 我以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 可我越来越发现, 可能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不全面, 她居然会以为我为了钱, 转头奔向所谓金主。 而我也没想到, 一向对我呵护有加的她, 竟然一次次纵容她妈重伤, 羞辱我。 算了, 这次真得算了, 这个人是不能要了。 话虽如此说, 晚上我还是失眠了。 一闭眼, 脑海里全是这几年 有过的甜蜜画面。 毕竟是三年啊, 一千多个日夜, 感情也不像水龙头, 说关上就能立刻滴水不漏。 我辗转反侧, 手机却收到消息, 我以为是许义。 结果是, 吴美玲发来一段视频, 画面是昏暗的酒店房间, 手机应该是放在床头柜上拍的。 许义满脸通红,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吴美玲解着她的衬衫扣子。 许义嘴里轻声喊着我的名字, 一翻身把她压到床上, 两人翻滚在一起, 吴美玲伸出手臂, 把手机屏幕向下压倒。 视频变成一片黑暗, 只有暧昧的粗喘和轻吟声, 我脑子嗡的一声, 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大脑一片空白。 吴美玲又发来文字, 晴晴姐, 这是一小时前的视频, 我和一哥哥什么都做了。 我颤抖着手发消息, 喊着别人的名字是你, 你不觉得恶心吗? 她秒回道, 我爱她, 不介意。 纯粹的爱就是不顾一切, 你不懂。 我把许义和她全部拉黑, 我是不懂, 精神病人的世界太难懂。 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头疼欲裂。 许义跑到我家来找我, 还穿着昨天在酒会上的衣服, 她神色张黄, 欲言又止。 我伸手就要关门, 她连忙拦住, 请请, 我就说几句话, 说完就走。 说什么? 说你和吴美玲的精彩一小时。 她脸色大变, 你怎么知道的? 吴美玲给我现场直播的, 你想看的话, 找她要视频吧, 我嫌恶心删掉了。 她如遭重击, 沉默良久, 勉强开口道, 请请,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大错特错, 但我真是喝醉了, 把它当成了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听着她荒唐可笑的话, 我直犯恶心。 你喝醉了饭的错误, 凭什么叫我买单? 再说了, 你俩是门当户对的市交, 你睡了她不认账, 她父母同意吗? 许义正住了, 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啪的一声甩上门。 许义没有再来找我, 我终于清静了。 我报了进修班, 为重返珠宝设计做准备。 同时给我妈设计婚戒, 忙碌中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 吴美玲却找上门来, 我刚要关门, 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声泪俱下, 晴晴姐, 你哥哥失踪快一个月了, 你帮我找找她吧, 我怀孕了,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我看着她明显憔悴的脸, 却生不出一丝同情心, 你有纯粹的爱就行了, 要孩子爸爸干什么? 她哭着摇头, 我关门前, 终究还是于心不忍, 告诉她, 许义没来找过我, 如果我见到她, 会劝她回家, 但她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 她千恩万谢回去了。 她走的时候, 雨下的比一平找, 她爸要钱, 那天还大。 许义林的落汤鸡似的站在门外, 你俩时间排得挺合理呀。 我咬牙切齿, 转头跟我妈说, 妈, 咱俩是得搬家了。 我妈笑笑, 快了, 下个月办完婚礼就搬, 让她进来吧, 妈来跟她说。 许义进门后, 看见我妈也在, 打了招呼后说, 阿姨, 我能跟晴晴单独聊一会吗? 我妈微微一笑, 许义啊, 你和晴晴已经分手了, 你俩单独在一起不合适了。 按说, 我就不该让你进来, 大晚上的, 我们俩母女也要注意安全, 只不过, 阿姨想着你不是那种人, 才让你进来的, 有话你就快说吧。 许义为难道, 秦秦,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这一个月, 我去了一个道观躲清静, 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伤害你太多,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了。 我家和吴书家合作的还有生意, 没法翻脸, 我作为男人也要负起责任, 我要和吴美玲结婚了。 但我爱的人永远只有你, 我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精神上永远没有背叛你。 我要被他故作生情的样子恶心吐了。 许义, 怎么? 你精神上没有背叛我, 我还要为此感到荣幸吗? 我清清白白一个人, 可不愿给已婚男士当什么白月光。 你但凡还念我们这三年一丝旧情, 求你以后不要在任何场合提我的名字。 许义脸色惨白, 身体摇晃着, 我妈叹了口气, 劝说道, 小许, 回去吧, 回去喝点姜汤早点休息, 以后不要再找晴晴了, 好好照顾你的家人吧。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妈婚礼在即, 婚戒我早已设计好。 门店经理说, 婚戒做好了, 要送上门来, 我告诉她不用, 我顺便去店里看看生意。 等我妈结婚后, 我就正式回公司上班了。 这阵子, 我妈经常带我去公司和各个门店熟悉情况, 我打算认真搞事业了。 经理戴上白手套, 把戒指放在托盘上, 我认真看着, 成品效果真不错, 挺满意的。 忽然听到一个不算太熟悉的声音, 哟, 这不是晴晴姐吗? 我抬头一看, 吴美玲挽着许易, 她气色明显比之前好了许多, 倒是许易, 脸色憔悴, 整个人也不休蝙蝠,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许易面色窘迫, 想把手臂抽出来, 吴美玲抓得紧紧的, 声音里有一丝紧张。 晴晴姐, 好久不见啊, 我和易哥哥要结婚了, 今天来买婚戒的。 哦, 恭喜恭喜, 我眼皮都不想抬一下。 吴美玲咬了咬嘴唇, 又不甘心道, 晴晴姐你也买东西吗? 我不想提家里的事, 只敷衍道, 随便看看。 她眼底闪过一丝嘲讽, 我猜也是, 一针珠宝这么贵, 你也买不起啊。 好家伙, 脸变得真快, 现在婚事定了, 不是之前给我下跪的时候了。 经理被他的话吓了一跳, 开口想说话, 我白白手阻止了他, 你喜欢什么请挑吧, 我去那边了。 我随经理去了贵宾室, 经理不解道, 周小姐, 她是不是有病啊? 要不要赶走她? 我轻轻一笑, 交代了经理几句, 经理点点头, 好嘞。 我站在二楼贵宾室窗口看戏, 只见吴美玲挑来拣去, 对店员移指气使, 直到许义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才终于选定一款。 许义掏出卡要结账, 经理这时候上前吩咐店员, 把戒指收起来。 吴美玲不悦道, 干嘛? 这个我选好的, 包起来呀。 经理露出标准的职业微笑, 不好意思, 吴小姐, 您上了我们家终生黑名单, 我们一针珠宝不欢迎您, 请您离开吧。 吴美玲坚声道, 你胡说什么? 谁说我在黑名单? 听什么? 我们一针珠宝设计师, 也是董事长千金, 周晴小姐说的, 您精神状态不太好, 喜欢雨夜登门吓人, 不敢让您进店, 怕影响店员安危。 什么? 你说什么董事长千金? 周晴, 吴美玲和许义 同时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经理继续说道, 周晴小姐, 是我们一针珠宝董事长 薛如青女士唯一的女儿。 吴美玲呆了半想, 待她反应过来, 喊着要投诉时, 许义失魂落魄地 强拉她走了。 我妈和陈叔的婚礼 如期举行, 现场盛大而隆重。 横跃建筑的钻石王老五陈志生 和珠宝女神薛如青珠莲碧合, 传为佳话。 霸占了本城媒体好几天, 婚礼上, 陈叔给我妈戴上戒指时 热泪盈眶, 我妈笑容中也闪着泪花。 我在台下泪眼朦胧, 竟然生出一种嫁女儿的心情。 婚宴上, 我跟在陈叔和我妈身后, 陪着他们给宾客敬酒。 恭喜陈总和学总喜节连礼, 百年好合。 这熟悉的大嗓门是许义妈妈。 他们一家三口都在, 看到我, 许义爸妈一脸惊恶, 许义神情苦涩, 看来她没有告诉父母我的身份。 看见许义一家三口, 我妈顿时就明白了, 她拉过我, 不动声色道, 这是我女儿周晴。 陈叔也看出不对劲, 打了招呼就带着我去了下一桌。 婚礼过后, 许家三口人每天到我家公司门口蹲守, 说要给我道歉。 我妈怕对公司影响不好, 让保安把他们请到会客室见了一面。 薛总, 之前不知道情情是您千金, 多有得罪。 情情这孩子特别好, 是我们家小义不争气, 没有福气。 许义妈这话说的, 好像错过我, 肠子都毁清了。 也是, 不怕得罪周晴, 怕得罪薛总千金啊。 我忍不住嘲讽道, 阿姨, 您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一个单亲家庭穷丫头, 图谋您家财产, 妄想实现阶级跨越。 许义脸色难看的锅底一般, 拉着她妈要告辞。 她妈挣脱她的手, 语气急切, 薛总, 您要我怎么向情情道歉都行。 还求您让陈总大人不计小人过, 两家还能继续合作。 我妈轻描淡写道, 老陈的生意, 我一向不干涉的。 不过, 既然你说了, 我回头跟她说一声, 没事就回去吧, 我们等一下还要忙。 许义妈按着许义弯下腰道谢, 她把全程一言不发, 此时也跟着弯腰。 终于送走了许家人, 我连忙问我妈, 妈, 真是陈叔给我出气啊。 我妈喝了口茶, 许家公司这些年来, 全靠从你陈叔公司 接点分包的工程, 你陈叔一声令下, 他公司三个月内就得破产。 我嘿嘿笑着, 我妈笑话我, 这下出气了吧。 我给我妈蓄上水, 出气了, 开心。 后来, 我妈还是让陈叔 撤了队许家的封杀, 说杀人不过头点地, 得饶人处且饶人。 陈叔答应了, 又说许家公司情况不对, 根本就不用他出手, 估计很快就要爆雷。 陈叔消息果然准确, 许家公司很快出事, 讨薪的工人把公司围住, 堵得水泄不通。 许家公司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 上欠发包方, 下欠材料商和建筑工人。 总之是谁的钱都欠, 公司账上除了债务, 什么也没有, 相当于一个空壳。 长期活跃在吃瓜一线的杜梅, 第一时间找我来分享八卦。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许一妈坚持一定要惯婚了, 嫌我穷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拿不出买房的首付钱, 不惯也得惯。 许一妈嫌承包工程来钱曼, 跟人学炒期货, 赔得落花流水。 她打算富贵险中求, 去澳门赌博, 输个金光。 她瞒着许一父子, 把公司的钱全都挪走还赌债, 家里的资产也都抵押出去。 许一向她要首付钱, 她哪还拿得出来, 只好扑我说要惯婚。 没想到没拿捏住我, 却捞到个追求纯爱的吴美玲。 说到吴美玲, 杜梅眉飞色舞, 晴晴, 你猜她俩结婚美? 无彩礼, 无婚礼, 不买房, 生了孩子再领证。 杜梅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的? 许一妈以为拿捏住了吴美玲, 却没想到, 没领证正好方便吴家退婚。 吴家迅速与许家分割生意, 第一时间把吴美玲接回家。 追求纯爱的吴美玲哭了两天, 果断去医院打了孩子。 没出事的大孙子就这样没有了, 许一妈发疯闹到医院。 揪着吴美玲在走廊上打, 骂她不守妇道, 夫家一时落难就抛夫弃子。 许一在中间拉架, 混乱中从医院楼梯上摔了下去, 摔断了右腿。 杜梅双手一拍, 真是一场好戏啊。 杜梅去医院看朋友时, 还碰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许一。 两人对视了一下, 杜梅本不想理她, 谁知许一却喊住她, 尖色开口道, 周晴现在还好吗? 杜梅顺口扯道, 当然好了, 晴晴跟相亲对象 到挪威看极光去了。 许一脸色苍白, 喃喃道, 对啊, 她一直想去挪威看极光的言霸, 她竟然发起了愣, 仿佛忘了杜梅还在。 杜梅翻了个白眼走开了, 几天后, 我手机上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消息, 如果当初我一直坚定地维护你, 我们是不是不会这样? 我把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 想起我妈说过的话,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有时候错过并不是遗憾, 或许是躲过一劫。 拿起来下来啦, defend起来你啦, 爹,